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何老师 欢迎张勇老师 欢迎张老师 张老师今天的发型很精神 给我很像 今天我们依安是由两支队伍进行一场决筑 最后有一个获胜队的队长将会获得今天现场的大奖 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由安文领衔的明星代表队 欢迎 安文青年演员 因饰演八七版《红楼梦中情文》而深受观众喜爱 安文演唱的《月马西头》《黄土高坡》等歌曲 这间仍是九十年代的流行经典 安文看的不让我喊着老师 为什么 我不敢当老师 当老师要承担责任的叫我姐姐阿姨多成 还是叫姐姐吧 我们的这个节目里经常来的 各位段数多把人和资深的收藏爱好者 所以呢 这些队员们只要帮助队长夺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也能够获得奖项 他们的对手是由各位资深boss组成的霹雳焦娃代表队 欢迎六位 六位都是事业有成的女性企业家 两队竞赛规则 每场七轮竞赛得分多的队胜出 两队交替拥有优先选择权 第一轮由明星队先选 选对的队得一分 选错的对方队得一分 明星队选队 钻石队队长本场计言并更换队长 钻石队选队可以选择明星身后五人中任意艺人计言 今天咯呢 我们特地请来了玉雕专家张宝露先生 欢迎您 欢迎张先生 玉雕是中国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 上周时期 玉器不仅是装饰品 更是礼仪勇气 中国的玉雕作品在世界上享有极高声誉 人物 鸟兽 花卉等等皆是玉雕题材 张宝露十七岁学习玉雕 经过四十多年的演习 他已经深得玉雕精髓 张宝露的作品多次融获中国玉雕百花奖天工奖 那么今天他会给现场的获奖人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张先生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作品作为最后的大奖呢 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件和田白玉的子料 做了一个吉祥富贵的一个挂件 有四十多克了 四十多克 说到和田玉的子料 应该来说原料价格就不便宜 再加上精致的雕工 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的一件作品的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现在保守的说就是两万块钱吧 两万块钱左右 今天这只是一个目标而已 但是更多的是要展现出自己的学识和才能 这个也很重要 我每回看到这我都气得吐血 我都看着很羡慕 一下把真心话说出来 来不及收回去了 好 今天一共有七道题 谁先答对四道题 哪个队就获胜了 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 由真品至今夜珠宝 和商务球标领先品牌雷诺表演提供 七套宝物 都是珠宝收藏里边的奇珍 我们的编导费了很大的功夫找到 是 确实 如此 那就赶紧我们进入今天第一轮 没错 变真假 这件藏铁号称是产自缅甸的五毛石 这枚新型朵石重2.02克了 褐面繁复 繁火绚丽 宝主认为这枚红宝石接近笛级的割血红 因此价值不菲 这件藏品号称是产自非洲的红宝石落石 它重达30克了 是传统的无面型切割 宝石在日光下成名 验了眉红色 进度好 变细少 所以宝主认为 该藏品是极为难得的顶级红宝石 两颗红宝石落石 都号称是顶级藏品 那么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 这个变真假的第一题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红宝石 这两颗红宝石 现在从肉眼上非常明确 能看到一个树非常的大 一个很小 那这一大一小当中 有一颗是真的 那么两颗当中 哪颗是真哪颗是假 请各位上前观看 来 好了 时间到了 谢谢各位 请回到周围 好 我们这轮呢是安文 安文这边 你们有优先的选择权 这道题的答题权在这边 您先答 您先答 但是你们可以听一听对方 或者真心实意 或者虚情假意的建议 这边霹雳交 哪个先说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 那个那么大 那么红 客树得有十颗辣吧 是真心的吗 不是忽悠我们 想让人说吧 我长得多真心啊 是吧 真的啊 是啊 就差客了 真心二字了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 因为这个是祖母绿 祖母绿有的时候 就是有刻面的 或者有淡面的 那个就是也是淡面的 哦 翻译一下李杰李总 那个意思啊 祖母绿跟红宝石啊 既然产出这个材质的话 列文都非常非常的多 能出刻面宝石的这个材料太少 所以说呢 大家一般会把精体 精体比较好的 那个列文比较少的 切割成刻面的 把列文比较多的 杂质比较多的 磨成素面的 所以说他认为就是 那颗大颗的 可能是 可能是这个 进步比较差的 这个红宝石 队长是个好的 队长明显的是在挖坑 然后他觉得特别对不起我们 说的可没有自信了 你知道吗 不过我还一定在这场生活里边 是位非常非常好 很诚实的一个人 都是没说过假话 我觉得咱们右边的那颗红宝石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小的 对 左边那个吧 作为红宝石来讲 它太过通透了 而且像 左边那颗宝石的光泽 我在这块看是玻璃光泽 而咱们那个 右边那颗红宝石 是明显的压金刚光泽 而且它切工切得非常的好 它每个棱线都很平直 许航 我为你今天能在这说 多长时间话比较担忧 你每次都霸气测漏 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专业的珠宝鉴定师 他每次话说得特别专业 对方只要有机会 就把他封嘴 下次的职业 填的是厨师 下次就安全了 就安全了 好 队长做出选择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根本都不用选择 因为我们当时一看 就能知道 一看就是右边 是绝对是真的 因为左边的这个 你要是说是选粉宝石 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的橙色都不对的 所以坚决是右边的 肯定我们是对的 不要给我们挖坑 接下来我们请何雪梅老师 在我的手卡上勾选出正确的答案 来 经本栏目专家何雪梅女士 第一轮两颗宝石中 确定为红宝石的 其实是 快点 吓死我了 其实是蓝色台上那个 恭喜你 感谢宋队长 今天在我们节目中所做的一切 你看就跟玻璃一样 你别着急说的这么 因为我刚才 我在后面问何老师了 何老师说什么 我说那个是什么呀 糖果 何老师那也是 你就说那个 所以是怎么回事 我们得问 那到底这个 先别着急 宋队长你挑一个人 接替你吧 好 刘队长请下来了 好 宋队长 麻烦你把扇子翻过来 今天你在节目里 不许再说话了 今天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就这么快 这叫炮灰队长 所以一般游泳系 坐在第一任位置上的队长 一般都是 游泳可嘉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 何雪梅老师 为什么呢 这块大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 这两块宝石应该材质上 都是天然的红宝石 哦 呦 只不过是蓝台子上 这个刻面的 这个新型的切割的 这个宝石呢 它是纯天然的 没有经过处理的 纯天然的红宝 而这红台子上 这个大颗粒的 红面型的宝石 材质是天然的 但是它经过了冲田处理 哎呀 冲田 对 因为在 灰焦 对 里边住的有焦 有焦 对 红宝石 是五大宝石之一 它十宝九裂 指的就是红宝石和祖母绿 绝大多数的红宝石 它都有裂纹 所以小颗粒的红宝 如果是 净度又很好 颜色又很鲜艳 切空又好等等 这些两颗拉以上的 就是够收藏极了 如果大家要是看到 颗粒度很大 也是红宝石的话 往往都是经过了一些 优化的处理 但是我们在命名的时候 要写红宝石括号 冲田处理 一定要加括号 冲田处理 在这个珠宝市场上 很多商家 就是为了打击 这个冲田处理的红宝石 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宣传的时候 说它是假的 其实不完全是假的 这个填不填充 价格会差多少 差太远了吧 差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冲田处理的红宝石 一颗拉的可能就 目前市场行情 大概在几百块钱一颗拉 没有冲田处理的 两三颗拉以上的 基本上在几万人民币 到几十万人民币之间 那个红牌子上的 两方的双方的队员 都说它是玻璃光泽 就是因为它是冲田的 里边有住了 有其他的物质 所以它的光泽降低了 那我们在专业领域里边 可以放大检查 可以通过放大镜 或者是显微镜 可以去观察 它内部的裂系里边 会有冲田的里边 会有一些气泡 甚至有些气泡群 而这个天然的是没有气泡的 所以可以通过这一点 来进行鉴别 中国服金利服 本栏目是由金利服珠宝 独家弹主播出 好 那么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 这件藏品号称是 坦桑石白金钻戒 钻戒主石重11.87克拉 是产自坦桑尼亚的顶级坦桑石 因为切工完美 所以主石从各个角度 都呈现出迷人的光泽 该戒指做工精美 配上华贵 因此毛主认为 这件藏品价值不菲 这顿藏品号称是 产自山东的鸳鸯星光蓝宝石 这两颗蓝宝石 是由一块原石切割打破而成 总重47.7克拉 这顿蓝宝石不但个头大 而且六摄星光清晰绚丽 因此宝主认为 这顿藏品的市场价值很高 一个是顶级坦桑石戒指 一顿是华美的星光蓝宝石 究竟哪个藏品价值更高呢 这两件宝物里边有一件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 还见的挺多的 叫坦桑石 也就是白金香钻这颗戒指 里边这是坦桑石 坦桑尼亚的 非洲的 最近比较火 很火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相关的报道 节目和媒体上听说和见到 这个就很少了 这个叫做星光宝石 好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白金香钻的戒指 价格高 还是这对星光宝石的价格高 这一轮呢 我们需要由 霹雳娇娃队 刘队长 刘队长 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您说 现在让您 就是如果现在就让您 封谁的嘴 您想先把谁的嘴给封了 我就把他嘴封了 这是我们对于这的意见 这简直就不能留了 是吧 对 第二个是那个厨师 就那个徐厨师 就给厨师打下手 刚打猪头鸟 知道吗 原来如此 他太高调了 您先生 您还有什么话要给对方说 人家已经准备把你那什么了 你现在赶紧说两句话吧 我们的高手都是很残的 我现在是可以是板了 对吧 你们尽管来看 我们告诉你 来 说说你的看法 说说你对价格的看法 这两对 你觉得哪个价格高 我对价格的看法 那我支持国产 国产 这都国产 不是说那是山东蓝宝吗 谁说的 我说是星光宝石 没说 这耳音有点差 耳音有点差 你刚才是黄梁一梦的吧 您觉得哪个怪 我选择科拉数比较大的 47.6科拉的 这一对星光宝石 我的意见 还是跟你大哥一样 还是这一对星光宝石 价格是更高一点 它的折射的角度非常完美 我觉得 我应该力行这个 经过我仔细反复的考虑 我觉得这两个的价格 其实应该差不多 因为咱们蓝宝石 首先是比较名贵的宝石 而且它又具有特殊的光学效应 而且科拉数比较大 这个东西应该不便宜 但是咱们那个坦桑石吧 它除了坦桑石 它的价格本身名贵 还有包括它钻石 用的比较华贵 这种成品呢 它应该算是艺术品 艺术品的价格 咱就不太好比较了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刘队长 心中早有它 刘队长 这也不是业余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那个 应该发挥团队作用 大家一块来听你 好 哪位队 要给队长来一些建议 咱们就听厨师和裁缝的吧 陆老师您得诚信一下 到底是山东蓝宝 还是星光蓝宝 这是山光蓝宝 来 您可以做出选择了 选择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要是从这个价值来说 还是星光蓝宝的价值更高一些 好 就是这对星光蓝宝 好 它的选择对吗 接下来我们要请 何雪梅老师在我的手画上勾出价格更高的那一件 好 经过本栏目专家何雪梅老师的评判 两件宝物之中价格更高的是 是 不是 星光蓝宝呢 还是这个戒指呢 是 三 二 一 星光宝石 恭喜刘队长 您自觉点 还是等他再挑一个 需要封这个吗 说不定还改主意呢 封那厨师的嘴巴 中间那个人的嘴巴 哦 封厨厨师的嘴巴 真好 哎呀 你看这边高兴的 到底封谁 你们到底要谁封 好好的队长啊 好好啊 许好 对他们多好 不许这样 我们就那么一个专家 徐图师 那个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您翻过来吧 翻我的得了 别翻他呢 来 刘队长 要换一位队长了 您换一个人下来 选一位 选谁 李总吧 李总 李总下来了 好 李总 好 李队长 好 我们听一下 为什么这个奇貌不扬的宝石 价格更昂贵呢 具有星光相应的宝石 有很多种类型 但是山东蓝宝里边呢 能够产出星光的 它的这个比例非常小 而且呢 更有奇特的是 这两块石头 是同一个石头上切下来的 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之为鸳鸯星光宝石 另外蓝宝石也是五大宝石之一了 从这个等级上来讲 它也要比坦桑石要高 彩桑石的确是 是近期这一两年 价格涨得比较快 或者是比较受大众欢迎的一种宝石类型 但是蓝宝石 永远都是世界五大宝石之一 另外蓝宝石的星光呢 也有很多种 这颗星光呢 虽然它的产地是澳大利亚的 但是它的这种颜色 这种黑褐色的这个颜色 山东蓝宝里边也常见 所以说星光蓝宝石的颜色种类是比较多的 好 那我们就恭喜现在打成了一比一型了 中国服金利服 本栏目是由金利服珠宝独家赞助播出 那既然我们说到星光宝石了 接下来我们就拿星光宝石来玩一回 打的 来进入我们第三门 黄金大比价 本环节是由中国黄金品牌提供支持 要记住刚才老师讲的这点知识 对 因为说到这个星光宝石 现在马上就要来猜猜它现在的市场价格 没错 现在要和它相比的这颗星光宝石呢 是一颗 黄褐色 那么这颗星光蓝宝 到底价格如何 咱们这边呢 好几个行家 是 但现在行家之一被尽嘴 来 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觉得那个星光蓝宝那个颜色 它不是特别的好 从市场价格来说 应该还是黄金 应该是高 那么大一个黄金 肯定要比那个小小的宝石要贵很多 我觉得那个星光蓝宝不错 所以你觉得它的价格高 对 我觉得它价格高 好 这边 这边 哪位要来提醒一下你们的队长 我看这颗宝石呢 它的里边的通透性 包括内含物 解硬度都很高 在于它的折射的角度也非常完美 我认为它的价值应该是在这个黄金之上 这回内部意见有分歧了 因为蓝宝石也有很多颜色 包括粉色蓝宝 黄色蓝宝 但是在整个宝石里边 应该是颜色比较暗淡的 就会价格比较低 哪怕的特大数很大 所以我偏向于 自己不忽悠自己的队长 我偏向于黄金的价格比较多 来 队长 做选择吧 我第一次知道蓝宝石也可以是这个颜色的 确实蓝宝石有好多种 有红的 有粉红的 有黄的 对 这个怎么办呀 来 给我们做个最后决定 哪个贵 就按金子来走吧 金子贵 我觉得黄金贵 黄金吧 好 我们来请 何雪梅老师勾选出 是黄金更贵 还是宝石更贵 李队长 如果一会儿 这个 你们再封嘴 你打算封谁 就我跟你说 不会吧 而且是假设 假设 就封他 是吧 尤为可恨 是吧 是 那如果您这轮输了 您被封嘴了 您会选择谁来接任你的新人的队长呢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年轻的 好 来 接下来我宣布 黄金一公斤和这一颗蓝宝石 相比目前市场价格更高的是 我们在说什么来着 对 说到底哪个价格高 更贵的是 黄金 恭喜 李洁女士 在咱们节目里出的准备最大的行业 反正您就今天的任务到此结束 谢谢您 对 来选上新任的队长 新队长是珠宝设计师 郭队长 郭队长 来 郭队长 李律师 请把扇子翻过来 扇子翻过来表示你不能说话 还有点依依不舍 因为今天才进行到了第三轮 我有一回遇到这种待遇 好 我们还是来问问 这个价格现在到底是多少 为什么它不如一公斤的黄金价格高呢 没错 来问问 这颗蓝宝石呢 它是产地是在非洲 马达加斯加 那个它这颗石头比较特殊 我们可以看到它通体有黄色掉出来 所以当地人都把它叫做黄星光 就是黄宝石星光 是这样来称谓的 其实这块宝石呢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 它的底部是蓝色的 它上半部分 通透的部分是黄色的 所以它是一个双色蓝宝石星光 但是它的颗拉数不是很大 11颗拉 那根据它的市场价值来评估 和一公斤来讲呢 它略低一些 所以说它不如一公斤 黄金的价值高 刚才前面是红宝石蓝宝石 国际流行的两种非常知名的宝石 对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这是一个镯子 接下来这个镯子太厉害了 说到镯子 大家怎么想得到的 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是什么材质 谁告诉我 对啊 什么你再说一遍 翡翠 你很懂翡翠 你知道翡翠现在多少钱吗 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上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就说一个上好的一个翡翠镯子 后面是跟了N个零 八个零 对 那下面我们要猜的这个镯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呢 马上进入第四轮 猜材质 所有的物质啊 经过这个大自然的滚斧神功 形成了各种各样适合做首饰的材料 其实有时候我们没见过 有的时候见到才发现 啊 还会有这样的存货在 是的 今天我们这道题也是一个镯子 对 也是由白绿两色构成 有点像张葱 不是那个张秋的大葱 不是张秋的葱 也这样 反正啊 也差不多 白绿白绿 也有点像蒜台 反正总而言之 饿了 饿了 总而言之 我们的题目考的就是大家 它是什么材料做的 你看看郭队长一脸无奈的表情 为什么这题轮到我这么难呢 那我问一下 问一下台风要不然 还是尹先生 一台风 染色石英年 染色石英年 爱情不信是吧 我是不信的 我看我看这表情 他就没打算跟你好好说话 你这样比较实的 后面你这样 树脂 我那时候应该送料的 我们问一个非专业人士 齐小姐 来 这是昆仑玉 昆仑玉 至少靠谱一点 不像刚才的两位男士 完全逗着玩 郭队长 郭队长 真好想读 我觉得应该是 何田玉的白家翠 我觉得那个 我们那个队长看的还挺准的 因为何田玉里头 大家都以为何田玉是白色的 但是何田玉在俄罗斯的何田玉里头产一种 带这种颜色的 带这种有点脆花的绿色 像这个翡翠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我们队长说的挺棒的 好那郭队长确定这是何田玉 我们来请教一下 这么有底气的说法是不是正确的呢 请问他说的对吗 钻石队的队长答的是正确的 正确的 这么厉害 这真的是一块何田玉吗 对 太不像了呀 这个 是吧 你要说这是翡翠 我也信 是吧 我们怎么来鉴别何田玉和翡翠呢 这不像啊 翡翠也有这样的颜色 狭义的来说的话 何田玉指的是新疆产的 但是我们从广义的来讲的话 何田玉它就是达到这个工艺级别的 主要成分是透闪石或者洋起石的这个矿物集合体 各方面的指标都达到了 都可以叫何田玉了 这个何田玉确实很特殊 也是近几年刚发现的 我们一般把它叫翠青玉啊 这个翠青玉的何田玉手镯啊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了 就是因为它一节绿一节白 白色的地方不失这个何田玉的这种温润而雅的这种情趣 绿色的部分呢 又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这种首饰感 所以呢 它现在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 价格也在持续的上涨 刚才那个安队长提到了翡翠 翡翠这个品种当中啊 相应的有这么跟它对应的这么一个品种啊 我们叫白底青 这种品质啊 白底青的 也是一节绿 一节白 但是翡翠的结构啊 从我们专业上来讲 翡翠的结构是没有何田玉细腻的 但是翡翠它的光泽很亮 它是玻璃光泽 何田玉的话是油脂光泽 一般一般情况下 翡翠的绿色啊 要比何田玉要亮丽一些 但是何田玉这种儒雅之趣更多一些 他们两个目前的市场价格都不菲 仔细东来轩然出彩 紫轩婆的酒提示您收看本期精彩 三个温润剔透的手镯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翡翠 我感觉中间那也是翡翠 两边那是水墨子 这枚价格高昂的宝石到底是什么 他认为这个是二氧化硅 这颗酷似祖母绿的宝石是否贵过黄金 一公斤黄金的价格 比这颗宝石的价格要 千万不要走开 节目精彩继续 两队竞赛规则 每场七轮竞赛得分多的队胜出 两队交替拥有优先选择权 第一轮由明星队先选 选队的队得一分 选错的对方队得一分 明星队选队 钻石队队长本场进言并更换队长 钻石队选队 可以选择明星身后五人中 任意一人进言 郭教授 挑一个吧 挑一位进言吧 哪一位 让我吧 那边 不是 那边 哪个 你看这手一致的 尹先生还是义先生 我们对人一致 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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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把上次一翻过来 你们就生气 是不是 我们以后就阴盛阳衰了 你们把男人都给进言了 你没看他们今天队里就没男人吗 就是 好 郭队长 再选一位新队长 找谁替你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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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翡翠 那都应该有所了解 对吧 你看我事业就没成 我身上都没有翡翠 你身上就净蓝宝石了 翡翠 翡翠呢 中国人尤其喜欢 是 但是假翡翠太多了 就因为太多人喜欢了 所以在市场上经常是有以次冲好的现象 有句话 形容这种现象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叫没有买卖就没有造假 我们还是要让大家来明辨 到底什么样是真正的翡翠 接下来有三只镯子 有一只是真翡翠 另外的那叫狸帽幻太子 来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这道题目 三件里边只有一件是真翡翠 请各位上前观看 来 都是镯子 哪件是真的呢 不能摸 只能看 只能看 好了 时间到了 谢谢各位 请回到座位 安大长 这题简单吗 觉得 你觉得我中国女人的美 是什么能用翡翠来形容呢 她很 很那个 高贵 很醒目 但是她不要眼 不是那种 特别张扬的 完了之后 特别的那个 华丽的 像钻石那种 皮卡皮卡的 您觉得在《红楼梦》里边 谁最像翡翠 请问 我给你看法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是谁 我觉得甲母比较像 甲母 老坑翡翠 哎呦 你还是给对方刘队长一次说话的机会 好吧 刘队长 好 来 可能在我们这个队里边 我是最不专业的 最不专业的说的话 你们可不要听啊 我感觉中间那个是翡翠 两边的是水墨子 水墨子 他把两边是什么都说出来了 你信吧 你要听我的 你信吧 我真的突然很想拥抱他 我觉得他很真诚 那么好 这是你拍到对方队伍里的吗 不是 好 我们接着 好 那既然决定了之后呢 是中间这个 是真正的翡翠镯子 那俩不是 来 我们来请教 何老师 我们先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 蓝牌子上面 这个呢 是我们通常行业里边提到的 水墨浴 这叫水墨浴 它叫水墨浴 它不叫水墨子 对 它是石英岩浴 在行业里边称之为水墨浴 用于防翡翠的 然后中间的这个 高台子的这个上面 的确是像双方队员所认为的 它就是冰种的翡翠 那么红色的那个台子上面 其实它就是我们所通常所说的水墨子 水墨子和水墨浴 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在最早水墨子就指的纳长石浴 就是它的成分是纳长石的 这俩哪个贵 应该是水墨子要相对贵一点 纳长石贵一点 对 纳长石更稀少一些 而且纳长石呢 它的光泽相对来讲 没有这个水墨浴那么光亮 我们看到它这个水墨浴 往往还会出荧光 也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台子上 我们知道翡翠它是1.66的折射率 它的密度是3.34 所以说呢 看它的光泽是玻璃光泽 尤其是冰种的 它抛光良好的 拿手颠一下的时候 它是相对比较沉的 但是水墨子和水墨浴呢 拿手颠的话 它比较轻 因为它的密度只有2.60 好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短片 教大家如何分辨 这三种不同的材质 来看一下 翡翠自几百年前进入我国后 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 可是近年来 不但B货C货 加翡翠充斥市场 甚至还出现了 礼贷淘江的翡翠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种大概多少钱 这么小 这个9000 这种豆子大概要多少钱 这个的话要7万块 像这种是有种有色 这种 这个要180万 翡翠巨大的利润空间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锐利的玉石交易市场里 各种翡翠摊位多不胜数 可是在众多翡翠摊位前 记者居然发现了一种价格很低的冰种翡翠 水墨翠是一种外形酷似冰种玻璃种翡翠的石英石 水墨翠有玻璃光泽 由于密度和硬度都不及翡翠 所以水墨翠的手感比翡翠略轻 一般水墨翠嘛 就是说你要吸开嘛 它里边就是它有那个磨嘛 就像河里边那个磨磨一样 所以这就叫水墨翠 那么外形大小近似的翡翠和水墨翠 价格相差多少呢 像这个小挂牌 小挂键大概多少 这个是两百多嘛 这个价位都一样的 这个北翠大概多少 这个石价差不多是在二十万 外形酷似 但价格悬殊 所以有的不良商家 甚至用水墨浴来冒充翡翠 目前市场上还有一种冰种玻璃种翡翠的替代品 那就是水墨子 水墨子不同于水墨浴 水墨子又名纳肠石 它是翡翠矿脉的半生浴石 收藏者千万不要被它的表象所迷惑 购买时一定要求商家出具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 关于翡翠水墨子和水墨浴 有一种简单的鉴别方法 那就是听声音 翡翠的硬度和密度较高 因此敲击声清脆悦耳 而水墨子和水墨浴的敲击声 均不及翡翠清脆 第一档的水墨子以及水墨浴 虽然可以理带桃江 但是二者的生殖空间不及优质翡翠 因此收藏价值不大 刘队长要被禁赢 来选一个新队长吧 是的 选择哪位 好 所有的人现在都当过队长 这位是藤队长 藤队长 藤队长会让对方心疼吗 目前打的是三比二 三比二 换颜值 现在 如果这一轮你们没有答对的话 安队长就赢了 因为咱们现在霹雳焦娃队只剩三个人了 换句话说 只有这三位可以下来看 在我身边 这颗宝石 现在这个世界上 著名的宝石大家都在追捧 所以新兴的宝石不断的在涌现 对 它要填补这个市场的空缺 这就是一种新兴的宝石 这颗宝石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听一下对方的 好吧 这个帮助 对方那个 对方给些意见 来 那个宝石爱好者 这个宝石我看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的正面跟它的侧面 呈现出的那个光感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宝石 所以真的是没法给出一个很好的意见 好真心啊 易裁风 您怎么看 你愿意告诉他们是什么吗 他们愿意相信吗 愿意 他愿意 他说 我告诉他们吧 这两不让告诉 他出卖我 怎么给我派这么一个队员来啊 刚才 不过至少他没有说出来 对他没说呀 好再来这位 齐队员 我就随便猜一个 好你猜一个 你算是给人帮个忙是吧 帮盗王啊 帮玻璃的 真是我的好队员 他用这种方法告诉对方 他真是不知道 他认为这个是二氧化龟 好 反正腾队员也没听出来 自己还是三位商量商量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欧博 去年开始欧博就开始在市场很流行 你说这个东西叫什么 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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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这意见 他的特色就是说能呈现出五颜六色的颜色 这是他的特色 所以我完全同意这是欧博 欧博 唐队长你同意这是欧博吗 到现在都什么口音了 欧博相会 欧博 这是欧博 这中式翻译 那我就 您先告诉我 您之前见过这样的宝石吗 我没见过 没见过 对 所以我对这一块然后了解比较少 所以我就听从我队员的意见吧 他叫什么 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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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着感觉 对吗 来 张先生 我看是问好 您就是一心钻研何天玉 对 对 好 他说 澳大利亚产的萝博 欧博 对的 刚才这一位队长说的是对的 是对的吗 是对的 恭喜你 这个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但是也好多人都没见过这个石头 我根本就没听说过 他是在宝石领域里边 具有变彩效应的一种宝石品种 最著名的就是产于澳大利亚的 叫这个欧博 他的这个名称是根据他的英文译音来的 O P A L OPPO 其实他的这个学名叫蛋白石 这种具有变彩效应的蛋白石被称之为贵蛋白石 所以可以做宝石来应用 它的成分就刚才像你说的是对的 二氧化龟 二氧化龟是主要的成分 哇 今天这个齐小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氧化龟和恩格水共同组成的这种它的矿物成分 玻璃水 是只产在澳大利亚吗 不是 它还 现在我们知道墨西哥也有 而且呢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颗欧博是产于非洲的 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现在也发现有新的这个欧博会产生 欧博在澳洲跟在欧洲的话 它历来是一种非常名贵的宝石 只是在我们中国境内的话 就是运用的时间比较短 比较少 对 咱们国内的这个珠宝市场起来以后 国外的这些珠宝都在进入国内 目前的这种情况是澳洲的欧博 它的价格要高于非洲的 大概多少钱一个 就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得多少钱 这么大的话 跟红蓝宝石祖母绿的价格不相上下 好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 欧博有名蛋白石 变彩石 多年来 它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甚至不亚于红蓝宝石 这是为什么呢 欧博这一词源于拉丁文 意思是集中宝石之美于一身 乌罗马自然科学家普林尼曾说 在一块欧博宝石上 你可以看到红宝石的火焰 紫水晶的色斑 祖母绿的绿海 五彩编红 浑然一体美不胜手 因其主产地位澳大利亚 由澳大利亚国石之称 所以又被称为奥宝 建定一块欧博宝石的价值 黑体色调及整枚欧博的通体色调和颜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通常只有黑色或深色 黑体色调的欧博更有价值 所以黑欧博可以说是欧博中的皇族价值较高 而变彩效果也是平安欧博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欧博作为试骗 在西方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罗马人视它为希望和纯洁的象征 阿拉伯人则相信 欧博是从闪闪发光的宇宙掉下来的 所以它有神奇的力量 美丽的约瑟芬皇后 也有一枚叫做特洛伊燃烧的欧博宝石 它对之爱不失守 您准备封谁的嘴 谁 男的女的 哪一位 封于女士吧 必然 三比三 现在打平了 就到最后关键一题 必须再换一位队长 换一位队长 哪一位 好 还是见多识广的刘金刘 我一定跟刘队长来 因为最终贪定了 如果赢了的话 奖务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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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大家前面的前奉后继 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没错 现在是殊死搏斗 最后一战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七轮 黄金大比价 本环节是由中国黄金品牌提供支持 最后一轮殊死之战 这一轮真的是考验知识 对 我们要来看看这颗宝石的价格 对了 这颗宝石是什么呢 不知道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公斤的黄金 确实 那么这一公斤的黄金市场价格是25万元人民币左右 是的 那么这一轮是由安文来回答 实际上是让他去辨认这是一颗什么宝石 对 首先得确认它是什么 需要相当的专业之者 对 才能再确定它的价格 我们给他点建议 熟高熟低 给他点建议 我觉得 我真的一直觉得你特别好 这下打苦情牌了 没有 我真的觉得太好 他从来没有忽悠过我 好 来 刘金刘队长 那我就继续保持我真诚的面孔 好 好 所以呢 我觉得那块绿的宝石 我觉得它应该像就是特别好的那种祖母绿 特别好的 对 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比那个黄金要贵 不仅是祖母绿 而且是层级比较高的 的产色比较高的 曾祖母绿 你刚才说你要表现得特别真诚 什么 不是 我要 还是说你需要 执着的是真诚 就是表达出来是真诚 心就不知道了 是这意思吗 他认为 他认为 他认为宝石比黄金贵 对吧 对啊 好 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来 我也认同是 独母略 独母略 好 那个肯定是 肯定是黄金贵 黄金贵 您判断它是什么宝石 杀不来 黄金贵 是吧 黄金贵 好 来 给住 您的选择 爱什么宝石 就是我们宝石 一定就是黄金贵 不管他什么宝石 爱谁谁 我就是选了黄金 Yes 你确定吗 确定 我们请专家在我的手卡上 写下今天最后的答案 好 根据本栏目专家张勇先生的鉴定 一公斤黄金的价格 比 这颗宝石的价格 要 是安队长胜出 还是刘队长胜出 我们插播一段广告 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 由真品质金叶珠宝 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 雷诺表爷提供 我们到底是安队长胜出 还是刘队长胜出呢 经本栏目专家张勇先生鉴定 最后一轮中 一公斤黄金的价格 比这颗宝石要高 安队长最后终于胜出了 但是这颗宝石到底是什么呢 这道棋的话 对队员来讲 难度真的是比较高 刚才两队队员都提到了两个名称 一个叫沙弗莱石 一个叫祖母绿 这两个品种的话 跟台上的这颗宝石 都非常的相像 准确的讲 沙弗莱石就是一种石榴石 绿色的石榴石 这颗宝石的话 在商业上 也被大家称为西伯利亚祖母绿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被这种名称给忽悠了 这种被称为西伯利亚祖母绿的时候 其实是葛透灰石 也就是我们台上现在 所放的这颗绿色的宝石 它跟其他 就是跟沙弗莱石 跟祖母绿都非常的相像 但是它目前的市场价格 2014年的市场价格的话 远远低于沙弗莱石 以及祖母绿 它值多少钱 这这一颗 台上这个4.83克拉的 葛透灰石 它的市场价格在几千块钱左右 好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 透灰石 是一种常见的矿物 是灰石中的一种 颜色范围从五色 黄色到绿色 而各透灰石 是透灰石中较为昂贵的品种 近年 各透灰石成为了一种 在宝石市场上 有着凸显位置的新款宝石品种 那么 它为什么一时间在市场上 价值飙升呢 各透灰石 以晶莹剔透的质量 翠绿的颜色 被人们赞誉为祖母绿的紫味时 它的光泽和祖母绿一样 也是玻璃光泽 近年来 因广泛作为祖母绿的替代品而打热 各透灰石 蝉子俄罗斯 在那里被称之为西伯利亚祖母绿 但是祖母绿较脆 练习也多 这样大大加大了切割的难度系数 而个透灰石的硬度虽然没有祖母绿高 但很好打磨 进度也高 由于折射率比祖母绿还高 经过精湛的切割工艺后 可以呈现出非常美丽的活彩 但价格却比祖母绿低很多 2000年左右 伊克拉的个头灰石 在市场上不过百元便可卖到 但如今 伊克拉个头灰石 平均可以卖到几百元钱 价值成倍表升 其实二十多年前 就已经有人把这种石头运到了国内 被称之为俄罗斯祖母绿 但是现在 可能具体知道了它的产地是西伯利亚 又把它称之为西伯利亚祖母绿 好 谢谢 真是长知识 太长知识了 现在知道了 但凡天然宝是前面加上产地的 估计这个价格马上就要打折扣了 对对对 日本土豆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发奖 今天我们的霹雳娇娃团队 虽然水平很高 不过对方的略胜一筹 所以今天你们获得的奖品 是每人手表一块 谢谢你们 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 由真品至金页珠宝 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 雷诺表演提供 获胜对我们的明星队 除了安队长之外 所有的队员获得的是 五克足金金牌 和两克足银银牌 每人一组 好 那么我们安队长 真是笑到了最后 我们要送上张宝露 张先生带来的这件 和田玉的雕刻把玩剑 来 有请张大师 请安文上台领奖 来 来 好 恭喜安文 好 谢谢安文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要感谢张先生 我们的制作奖品 谢谢您 是 谢谢张先生 我们带来这个最终的场上大奖 谢谢 最后掌声感谢今天的两位专家老师 谢谢何老师 谢谢张老师 好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这周的意义垂定音就是这样 好 谢谢大家 周本愉快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